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做一个比较健康的汤 蔬菜有多些 今天有这个酵菜和白萝卜 这个萝卜我已经切了条 不要切得太幼 因为始终是煲汤的时候 时间就比较长些 如果太幼的话 可能会溶了 不见了 这个汤其实是比较快的 就不是一些老火汤 煮它半个小时就可以喝了 这个排骨头今天是很新鲜 和很瘦 我想这个汤有少少肉的味道 不只是汤 就会比较好吃 因为这个蔬菜汤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那个汤没有肉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甜 当然有肉的汤是好喝很多 甜很多的 材料又非常简单 就是这几样 还有这里有少少的杞子 今天我就会用了一只马 煲仔煲 这个排骨我已经是飞一飞水了 首先我们把排骨 煮两滚 煮十分钟 然后其他材料之后再下 那个作用就是 让它有些肉的味道 就是做一个上汤的感觉 如果你说没有肉的 在家里 你用一罐死云生鸡汤 都可以代替到它的味道 虽然没有真正的肉 那么鲜甜 但是都可以做到那个效果 都不错 我们就中火煮了十分钟左右 基本上看到的汤很浓郁 我们这个时候 就放一些萝卜下去煮一煮它 因为萝卜就需要多一些时间 然后盖上它再煮多它十分钟 那么我们煮了十分钟之后 看到萝卜又开始转颜色了 就是差不多软身了 那么我们就 放一些萨菜下去 萨菜也是很甜的 然后放一些杞子下去 再盖盖煮它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汤 基本上就煮好了 那么我们最后呢 就加一点胡椒粉和盐下去 就可以喝了 哇 这煮汤很棒 哇 汤也很甜的 大家在家里试一下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的频道 多谢